12月2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道 12月1日是孟晚舟事件发生一周年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 去年12月1日 中国公民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孟晚舟 被加拿大应美方要求无理拘押 迄今已经一整年了 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美加两国滥用其双边引渡条约 对中国公民任意的采取强制措施 严重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中国政府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的决心 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再次强烈敦促加方 认真对待中方严正立场和关切 以切实举措 纠正错误 及早释放孟晚舟女士 确保她早日平安地回到祖国 华春莹提到 我今天上午也看到了孟晚舟女士 在她被无理拘押一周年之际写的一封亲笔信 她的题目是 你们的温暖是照亮我前行的灯塔 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 孟晚舟女士作为一名被无理扣押的 无辜的中国公民 作为年幼孩子的母亲和年迈父母的女儿 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 失望和无奈之后 依然能如此坚强和优雅地面对 这令人感到十分的敬佩 我们由衷地祝愿她早日平安回家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用更多的正义和温暖 来照亮孟晚舟女士前行回家的灯塔 在被加拿大拘押一周年之际 华为新生社区12月2日 发布了一封孟晚舟12月1日 写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公开信 孟晚舟在信中说 这一年经历了恐惧和痛苦 失望和无奈 煎熬和挣扎 这一年学会了先强长寿 从容面对 不畏未知 在信中孟晚舟还感谢大家对她的温暖和鼓励 亲爱的你们 这些温暖都是照亮我前行的灯塔